我要真的做全职博主的话 我觉得很难平衡赚钱和说自己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感觉在美国变成了一个穷人 接级跨越了 往下跨越了 那你觉得自己现在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可能有点 在这个环境下会有点担心未来 该怎么不担心未来 该怎么活在当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Shayna 欢迎收听我的播客频道《爱与自由》 这是一个关于海外生活的轻松且深度的对话节目 今天的播客又请到了你的女孩 薇薇 哈喽 我又来了 录完上一个播客之后又线下聊一聊 发现她有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 也是我最近很多客户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 然后出入职场之后有一些迷茫和焦虑 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 或者是说有太多的事情想要做 不知道要选哪一个 比如说要不要辞职啊 要不要回国啊 要不要换一个行业啊 之类的这样的职业发展上的问题 那正好呢 瑞瑞也有类似情况 所以我们就突发奇想又加了一期 来模拟一个人生教练对话 对 我就白嫖一下 白嫖一节课 白嫖一个session 来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一次的对话 来帮助瑞瑞找到一些方向和答案 我们前期也不会有什么discovery session chemistry call 然后没有给你发任何的这个workbook 就直接来聊了 我对你唯一的一个要求 就是把这个camera给忘掉 把我们正在录视频 就是对着镜头的这样的一个setting 给完全忘掉 好 就想说啥说啥 行 不要想着这句话我说完之后 我会怎么想 其他人会怎么想 会不会对你有任何评判 把你最真实的百分之百的真诚拿出来 OK 这只是一个模拟啊 不能说是完完全全的 实际上的人生教练对话 肯定要比这个更专业 更私密 更深度 因为我们前期已经做了很多的 就是对话风格的一些设置啊 或者是对你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啊 所以这个session呢 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初级的 非常非常浅显的一个对话 OK 那就开始吧 首先跟我讲一讲你的情况 哎呦天哪 感觉像到了一个therapy session一样 我的情况就是 我是二三年毕业的 然后 我是媒体艺术专业 所以呢 毕业之前没有人告诉我 这专业找不着工作 然后我毕业之前没有想到来美国 所以我选专业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考虑过这个 找工作这件事 我当时毕业之后 我就想留在上海做自媒体来着 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挺不错的 这个出路 因为我当时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完全一点没有 想要实习什么的打算 我当时就觉得我恨实习 我可能实习了一点 一小段吧 然后我觉得我就不想给别人打工 然后我就花了时间 我的时间全都花在做自媒体上面了 所以 然后我现在来美国 就是以一个本科生 艺术专业的本科生来美国 感觉还是挺难找到工作的 因为找工作本来就不是我的本意 然后现在让我硬找 就还挺难的 包括就哪怕我不是 打算一下 你说 找工作不是你的本意 什么是你的本意 本意就是 做一个 可以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我的本意 然后这个喜欢的事情 一直是做博主 做自媒体 然后自由职业 但是来了美国就不得不 顺应这个身份呀 包括这个 因为在美国的经济 就我在自媒体上赚钱 也不够我糊口 所以 在上海可能可以糊口 但是在美国确实糊不了口 然后就不得不 开始找这种 就是一种稳定 在寻求一些稳定 稳中求 求胜这种感觉 感觉其实在纽约 包括我身边的 其他留学生 他们很多 就首先说我这个专业的 他们都在想 转到别的专业 更好就业的专业 然后其他的同学 就是他们本来就在那种 什么金融啊 经济啊这种 Data Science这种专业 所以总会感觉 好像在纽约 过得舒服的 好像没有文科生 收集了周围人的这些成功案例 你发现这些人都是 做着和你完全不同的行业 对 好像快乐的人 做的行业都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然后 什么叫做快乐的人 就是 不愁吃不愁穿 没事还能 旅旅游 就是很 work life balance 然后 反正他们在外界看来是这样的吧 感觉 自由职业的这个状态 给你带来了什么 让你觉得这是你的 想要去做的方向 就是很自由嘛 不用听别人 的指换 我本来觉得自由职业 做博主是很赚钱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跟这个经济上有点挂钩吧 就是可能前期的投入比较多 但是后期的回报也挺多的 而且 而且我还发现就是 哪怕那些去了大厂 做马农 做金融 做这种传统意义上的 稳定工作的人 好像 慢慢后面也辞职 开始做自媒体了 那我就想说 既然 大家在 殊途同归 那我干嘛 就是不从 一开始就做这件事 嗯 ok 我有个观察啊 给你反馈一下 我发现在你形容 自己要做什么的情况下 你会参考很多周围人在干嘛 嗯 你会去拿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去和别人来 做对比的感觉 就是说 我现在的做的事情 虽然是我很喜欢 但是他不赚钱 嗯 你看纽约这么多 所谓的这些快乐的成功的人 他们都在做什么 嗯 他们在做马农 在做金融 然后他们有钱了 去可以去旅游 但同时我又看到他们 我看到他们 怎么怎么样 我看到他们 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看到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又回来做博主了 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嗯 你觉得呢 我觉得确实吧 很难不被身边的事情影响 嗯 我觉得以前 嗯 没来美国之前 我不太被影响 嗯 因为我觉得 在国内的 氛围之内 我很享受 做那个 很 不一样的人 嗯 然后 并且我还因此 受到奖励 嗯 但是在美国 嗯 虽然吧 感觉美国 在美国做不一样的人的这个门槛更低了 他们对这个不一样 这件事 接触度更高 但是 我觉得 到了美国 正因为 这么多 跟大家不一样的人 我反而 不那么重要了 嗯 就有一点 落差感 嗯 感觉在 美国变成了一个 穷人 嗯 接级跨越了 往下跨越了 嗯 那你觉得自己 现在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 嗯 我觉得还是来自于我自己吧 嗯 其实 我想做的事情太多 但是 我不知道 该选哪个 嗯 我总是不能说服自己 哪一个是 嗯 最适合我 我最想做的 就是 感觉就是在那一刻 新的机会来 来的那一刻 我似乎就 觉得这个机会 是我眼前的这个机会 就需要我 立马反应 立马抓住 不然它就流失了 然后 嗯 这样我就会 就因为这样 我就会非常的 distracted 经常 嗯 这出一点 那个事 小事 又做点其他小事 但是 感觉这个 经历的分散太多了 嗯 我听到了一个 有一种 争先恐后 我这个事情 不现在就做 我就失去这个机会的这种 嗯 焦虑感 在你的形容当中 我听到了一个 我要马上做出反应 的这种 啊 这种感觉 嗯 还可以吧 我觉得我已经 在同龄人 就不太焦虑的了 我要是真的焦虑 我觉得 我会选择更稳的一条路 嗯 我觉得我不太稳 我觉得我 拍脑袋做事 有的时候 嗯 这个有什么 对你有什么影响 拍脑袋做事 有什么 嗯 拍脑袋做事 就是会 嗯 有的时候风险比较大 然后会损失一些 以前积累的成就 嗯 或者是 积累的一些好的东西 可能在 因为拍脑袋做事 你去试错了嘛 嗯 你的这个机会成本 你就得花你机会成本 如果你不去 拍脑袋做这件事的话 你不用花这个机会成本 嗯 嗯 那失去掉之前的积累 对于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 嗯 意味着 我会焦虑 因为 我感觉 哎 好像这个 时间也花了 钱也花了 感觉 好像没有成效 会不会 是因为 哪里做的不对 我应该再怎么调整 我也不知道怎么调整 你希望能够从 你目前的这个困境当中 目前我们这个对话当中 嗯 获得什么 我可能有点 在这个环境下 会有点担心未来 嗯 该怎么不担心未来呢 该怎么就是对自己 该怎么 活在当下 自己做这个事情的 过程中呢 嗯 该怎么不担心未来 该怎么活在当下 嗯 就比如说你说 你做博客是因为 他给你一些 就是 你在工作的过程中 你跟朋友对话 很开心 嗯 然后 但是我可能就会觉得 哦 如果这件事情 它不能给我 长期的利益的话 我不想花时间 在这上面 因为 我怕我的 花了时间之后 呃 我把我干别的事情的时间 花到这上面 结果它不能给我 带来好处 我就 我还浪费了时间 嗯 嗯 那你觉得自媒体 或者是线下脱口秀 按照你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 这件事情我做了 如果它没有给我带来好处 我干嘛要做它的 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 嗯 你觉得脱口秀 给你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嗯 满足了我一些 想出风头的遗忘 哈哈 还挺真诚的 嗯 还有呢 嗯 就是我感觉目前 我没有做很多脱口秀 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 就是通过这个 认识一些人 然后让别人认识到我 嗯 是不是说白了 还是在找human connection 嗯 嗯 那么自媒体呢 你觉得能够 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我觉得也是吧 就是一个是钱 嗯 一个是人 嗯 那你刚才不是说 做自媒体 也不能养家户口吗 也不能养家户口 能赚点零花钱 能赚点零花钱 对 但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 会被广告推着走 会感觉想 嗯 有点失去这个 做自媒体初心 当我有有限的精力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优先 做广告商的内容 嗯 然后我觉得也不太好 因为这样的话 不是我真正想讲的 我们假设 嗯 假设一下钱 时间 嗯 都不是问题 嗯 你现在有无限的资源 无限的钱 无限的时间去做 嗯 任何事情 不一定非得是一件 可以说说很多件 你会做什么 我会做 还是做自媒体和脱口秀吧 哦 但是可能自媒体和脱口秀 这两件事情 是可能要 很多年沉淀 才能 给你到这个 经济上面的 物质上面的反馈 嗯 然后我觉得我可能 有一点急于求成 就是我很想看到 一个视频就爆火 我想每个视频都爆火 嗯 然后要是这个视频没有爆火 就会有点焦虑 嗯 嗯 但是事实情况是 大部分视频 它不会爆火 我要真的做全职博主的话 我觉得很难 平衡赚钱和说自己想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通过自媒体赚钱 通广告商赚钱 也不差 嗯 也比 什么是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 发自己想发的 然后 因为自己想发的而赚钱 嗯 但是现在是 发广告 广告来赚钱 我们刚才假设是 哪怕钱不是问题 哦 你也会认为 钱是一个很 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吗 我觉得 你就有无限的钱 咱们现在假设啊 有无限的钱 无限的时间 去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 嗯 我想出名 嗯 我觉得做自媒体合作 脱口秀演员 是我能出名的 比较快的方式 嗯 出名意味着什么 就是popular 就是 大家上有认出来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有意的事情 嗯 然后 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活动 认识其他 有意思的人 就是你说的这个假设 无限的钱和无限的时间 嗯 无限的时间 对我好像没有什么 就是 限制和 解放 因为我觉得 我有很多时间 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不仅不想花 这么多时间 来做这件事情 我想花最短的时间 嗯 做这件事情 你想要高效 嗯 听上去 嗯 OK 那我们就把时间放短 咱们再来假设一个情况 嗯 假设你明天 就要离开人世了 哦 今天 就是你最后一天 哦 在这个地球 在这个世界上 最后一天 你明天就要走了 你现在也知道 你明天就要走了 嗯 你会最后悔自己 还没干什么 哦 好问题 感觉还好 我没有特别多后悔 没干什么 嗯 我也想干的 我都干了 嗯 所以说对于 明天就要离开人世 今天的你 目前都没有什么遗憾 这样的一个答案 你觉得自己有什么 启发和观察 说明我一直在做 想做的事情 嗯 而且已经有 做我想做的事情 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 嗯 想做都做过 就是涵盖的方面 已经都涵盖了 嗯 我觉得我是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 但是 假如说我没有 外界的feedback 不管这个feedback 是我真正做的事情 然后 别人给我的正向反馈 还是 我哪怕没有做这个事情 别人就是说 你应该做这件事情 这样事情 我们都希望你 正在做这件事情 这样的feedback 我觉得这个是 对我来说很重要 就是我 我可以keep going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经常会忘记 呃 我这种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需要一个外界的声音 来告诉我 这不是你想做的 你不应该花时间 要做你想做的事情吗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 这个声音来 即使 每次都即使告诉我的话 我会 更focus一点 更做 更专注于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可以破釜沉重 我就做这一件事情 哪怕这个事情 前期让我 starving 让我很拮据 但是我 相信这件事情 如果我 去做了这件事情 一定会 我对自己有这个信心 我一定会 这个 因为做这件事情 而取得后期的回报 所以我愿意牺牲 前期的那些 拮据生活 来换取后期的这些回报 但是目前的状态是 在我 前期拮据的这段时间 有一些 distraction 把我带走了 这个时间 现在会辣得更长 前期 starving的时间 会更长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 一个 目前的状态 如果我告诉你 你两年之后 你想要的这个十万粉丝的博主 知名的线下脱口秀演员 大家在街上都会告诉你 I love your talk show 我告诉你两年 之后你就会 2026年 你就能成 你现在要做什么 现在我就会 推掉去皮子堡的事情 推掉 这小project 我就做这件事情 说到这里 你有什么感受 给自己写剧本 的感觉 我感觉这就 有的时候 我为什么算不准准 因为 他先说了 这样的话 你就一心做这件事情 所以 这件事情才能做好 就你先知道了 这件事情能做好 你才能 你先要自己能够确信 对 有个好的结果 你才能继续 往这条路上走 对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 以结局为导向的 这样的一个剧本 你刚才说了 对吧 那你就不知道 这个剧本 接下来 再往哪发展 听上去 那么我刚才 已经给你的 这个剧本 有了一个结局 两年之后 这个结局就是 你就成了 你就出名了 你就火了 这就是你的结局 现在 你会做什么 不一样的事情 来到达 这个结局 这个剧本 已经有结尾了 开头也有了 你已经在这儿了 已经在做了 中间 这过程 现在你准备 怎么去发展 假如说 你告诉我 已经 也就是一股限制 就是已经 开了2026年 我想到了两个 我可能会做的事情 两个非常不一样的 一个是 既然2026年 我已经确定 我 已经达到了 我想做的事情 那就说明 我现在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对的 就是 所以我不需要改变什么 嗯哼 还有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关键就是 像我刚刚说的 我就 2026年 这件事情会成功 那说明我应该 推去所有的事情 来 做这件事情 而就是做这样一个改变 我觉得这两个 都有可能 对 那那么在行为上 你会做 具体做什么呢 嗯 在第一个选项里 就是 我做的什么 都是对的 因为 我已经知道了 未来那个结果 已经 又不先知了 已经确定了 那我就继续做 我想做的呗 我就 跟着我的感觉走呗 嗯 什么 什么东西发生 都是正确的 哪怕它看起来是 带领我 偏提了一点 说不定这个偏提 是带领我走向 这个成功的捷径 我就会继续做 我现在做的事情 然后 第二种就是 其实我更 倾向于第一种 我总觉得 嗯 听上去 你在描述的过程当中 自己已经慢慢 找到了答案 嗯 就是不管你 现在做什么 嗯 其实都在服务于 那一个长远的目标 并且你也知道 你会达到那个目标 所以你不管现在做什么 都是在 通向那一个 既定的目标 但是你这个 假设是 你已经 未无限 真有超能力 已经看到了 嗯 万一 万一到不了了 万一你这个 假设是错的呢 嗯 我有这个可能 你的很多的这个 描述当中 都有一个 what if 万一 嗯 然后再同时 我又听到你一个 非常渴望自己 有这么一个 坚定的声音 嗯 对 在这样的一个 需求在 嗯 对不对 对 那么我刚才已经 给了你这样的 一个坚定的 一个结局了 嗯 你就是你自己 人生的导演呐 嗯 你的剧本已经在那了 嗯 你想要的结局 就是在那里 嗯 为什么还会有 这样一个万一 可能就是不够相信 那个结局就是 对这个结局 可能信念感 不是很强 不够强 嗯 同时你有希望 自己能够 多强一些 嗯 确实 我觉得 信念感 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觉得 我得自己告诉自己 没关系 我六二六年 我就成名了 现在做什么 都不是错的 嗯 嗯 把这句话 再说一遍 哈哈 就是反正现在 反正我已经知道 我二六年要成名了 嗯 一定要成功了 那我现在做啥 都无所谓了 嗯 嗯 都是 现在做啥 都不会改变那个 客观事实 嗯 你说到这句话 有什么感受 是不是有点玄学的成分在 有没有 我觉得是我需要 这个这句话 确实是我需要 一直告诉自己的 而且我没有在这个方面想 这样想过 我感觉 我觉得我知道我这样想 但是没有 这是真的 二零二六年 这样 就是很 很具体的 对 嗯 我给你一个挑战好不好 反正我们今天时间也快到了 OK 挑战就是 你把这句话 我二零二六年 要出名 嗯 的这一个目标 嗯 贴在你的镜子上 哦 每天早上洗脸刷牙的时候 看一遍 OK 给自己说一下 反正我二零二零 应该出名了 我现在做的任何事情 每一天要做什么事情 都是在服务这个目标 确实 嗯 而是有话 每天 对着镜子念一遍 嗯 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 看一下 嗯 有道理 应该这样 嗯 这样其实会减少很多的内耗 听上去你自己对内耗 也有一定的观察和认识 你也觉得自己花在这上面的时间 有点多 是吗 对 确实 那就按照这个来 好 今天就开始 OK 最后一个问题 哦 你觉得从这个对话当中 你学到了自己什么 嗯 我觉得我 目标很明确 但是 总在给自己找退路 找Plan B 我以为自己信仰感很强 但是其实没有很强 嗯 但是我觉得我在很多地方 也做得很好 你已经 我已经 我已经就比如说 我明天 确实我不会后悔 我觉得这已经是 很好的一件事情 嗯 是看到了自己不足 和闪光的地方 嗯 更多的 知道自己 并且你刚 从我们刚才聊天过程当中 嗯 我听到了你这个信念感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嗯 虽然我给了你这样一个挑战 嗯 嗯 那到最后 我们还是落地到了 你确实会去这样做 你也没有说 不行 哎 这个太扯了 你确实也会去 接受了我的挑战 对吗 嗯 我觉得是有用的 嗯 嗯 你觉得人生教练对话 对你有用吗 我觉得挺有用的 我觉得是系统的 因为你 因为我作为一个 因为你不想跟朋友对话 你们是相互的 嗯 你们在对话的时候是两个人都会分享 但是这样的话是只有我在分享 我不会太distracted 而且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目标都是为了我一个人 嗯 你给提的很好 就是我们两个人是为了同样一个目标 前进这种并肩作战 我想要帮助你 你也想要搞清楚 嗯 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对 朋友聊天 来聊天 嗯 对朋友聊天 可能没有一个主线 可能 嗯 就是大家相互 开始唠家常 嗯 你讲一个故事 我讲一个故事 对 这就是和朋友之间的相处模式 对啊 你最近怎么样啊 我聊完之后 那你该问我了呀 我最近怎么样 对不对 对 那人生教练对话 我们都是要把注意力放在来访者身上 嗯 OK 嗯 今天是一个非常粗糙的 人生教练对话的一个模拟啊 因为瑞瑞之前从来没有接受过人生教练 所以 嗯 我们聊的过程当中也是 我用了一个dancing the moment 他聊什么我就跟他聊什么 嗯 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个topic 一个话题 而真正的人生教练对话当中呢 每一次来访者都会带着话题来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和你想要获得什么 到问你 你想要获得什么 其实你不知道 嗯 但如果就是有经验的来访者就会知道 OK 我的话题是什么 我想要通过今天的教练对话获得什么 可能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再来回顾 哎 你觉得你获得 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了吗 今天的demo 或者今天的这个模拟对话 也不是特别的专业 所以希望大家口下留情 我也知道很多看我视频的人 也可能是专业的教练 也希望你们了解到我们这个setting 是这样子的 嗯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一下 你们在职业发展 和对于自己将来到底想要什么 想要做什么这方面 有没有一些心得体会和经验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也希望瑞瑞能够 在2026年实现我们的这个预言 好不好 就活起来 好好好 谢谢谢谢 OK 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出爱与自由 找到你的人生目标 然后就去做吧 嗯 嗯 谢谢你 OK 好的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